在《斗破苍穹年番》最新剧情里,萧妍为帮韩月和韩雪摆脱逼婚,与红家少主红尘大战,并轻松取胜。 但过程中泄露了三千雷动身法,被《风雷格》北格长老沈云发现。 萧妍从此和《风雷格》结仇,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少不了与《风雷格》交手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在《斗破苍穹年番》动画现下观影中或许保密措施不严,《风雷格》北格主费天的形象遭提前泄露。 他身着白袍,一头银色长发,看起来还是相当帅气的。 而费天全力追杀萧妍,不但失败而归,还送上了《风雷格》最强外挂,下面一起来看看吧。 要知道《风雷格》在中州的东南西北四的方位都是有分格,而费天就是《风雷格》北格的格主,拥有八星斗宗的实力。 在原著中,费天可谓是出场排面很厉害,曾是萧妍出入中州,遭遇的最强大BOSS为人十分的高傲。 而且对一伙排行榜的信息相当熟知,一眼就认出了萧妍的碧绿一伙,是融合而成的。 本来萧妍身怀三千雷动,就已经是大罪了。 更何况他还杀了《风雷》北格的沈云长老,这下直接惊动了格主费天,是要调查沈云死亡之谜。 经过其他三位长老的调查,得知了凶手就是萧妍,尤其是萧妍从三大长老手里逃脱了。 逼得北格主费天不得不亲自下场追杀,在天幕山脉的时候,北格主费天就开启了追杀萧妍的行动。 只是费天瞧不上萧妍,更怒斥天火尊者,当萧妍扔出四件三千雷换身残卷的时候,费天直接施展三千雷换身,用真身去追残卷,而用分身来猎杀萧妍。 结果分身被萧妍用陨落心眼给杀了,使得萧妍顺利逃走。 随后费天又对萧妍进行了两次追杀,一次追杀萧妍,是在四方阁大会。 但是因为萧妍找到了封尊者,被封尊者立保,再次让费天杀女儿归。 另外一次就是萧妍已经突破到斗尊了,费天不知晓,来找麻烦,结果被萧妍一仗秒杀。 重重击飞了,从此费天便下落不明,基本上没出过场了,至此她的追杀行动彻底失败。 萧妍原本只会三千雷动,但沈云咄咄逼人,使她得到三千雷换身残卷。 后来,在对抗三大长老时,又让萧妍补全了三千雷换身功法。 可即便如此,萧妍也无法修炼,可是费天的强势追杀,让萧妍意外获得了,开启三千雷换身的钥匙。 可以说,费天无意间给萧妍,送出了封雷格的最强外挂,三千雷换身,并且还将之修炼成功。 小伙伴们认为费天的剑模帅吗?欢迎留言评论。